1999年的最后一天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全世界宣布辞去总统之位 三个月后普京荣登俄罗斯总统宝座 其实普京并不是叶利钦继位的第一人选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主动退出 现如今的俄罗斯政坛或许又是另一番模样 这个人是谁 他有何实力 又为何他甘愿选择让位普京 20世纪90年代初 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叶利钦经过几十天的激烈大选 顺利接过了俄罗斯总统的权杖 但荣升总统的叶利钦日子并不好过 很多总理仅仅任职几个月就被辞退 十年就换了八个总理 这也因此让俄罗斯联邦经济濒临崩溃 于是准备请辞寻找新的接班人 普里马科夫便是他心目中继位的第一人选 普里马科夫是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一直从事国家广播宣传工作 曾驻开罗担任真理报副主编 真理报可是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机关报 当年很多苏共领导人早上必读他的文章 这个年轻人懂外语 懂历史 会搞外交 更会搞经济 在搞研究方面更是有一套 深得苏共高层赏识 七十年代初 普里马科夫奉命回国 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任职 1988年11月被选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委员 苏联解体后 他又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情报局局长 优秀的他在从政道路上基本没走过什么弯路 入驻情报局的普里马科夫没有让叶利钦失望 在俄罗斯最虚弱的时期 他找到了很多珍贵情报 也让普里马科夫有机会进一步走进叶利钦的视野 1998年 俄罗斯国债危机爆发 俄罗斯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基里颜柯刚上台四个月下台 被迫成了此次危机的替罪羔羊 同年9月 普里马科夫上台成了总理 普里马科夫有实力 也很有主见 上台后便指出了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 改革经济政策 加强政府调控 控制寡头 一系列操作下来稳住了俄罗斯的经济 可这只是普里马科夫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要管控国家经济并开始反腐 这一搞就搞出了事情 叶利钦家族和寡头都有来往 其女儿更是以慈善为噱头 公然敛财 这无疑碰到了叶利钦的软肋 叶利钦还没下台 普里马科夫就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以后新任指不定会遭到怎样的打击 加之普里马科夫私自取消美国访问事件 叶利钦深知这个人难以掌控 于是在1999年的夏天 以经济政策无力为由将其撤职 三个月之后普京任职俄罗斯总理 普京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下属 更不会对上司痛下杀手 他的能力虽远不如普里马科夫 此时此刻却成了最合适的接班人 普里马科夫下台 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他的推崇 中间派和右翼政党 也都争相支持他参加2000年的总统大选 叶利钦知道 只要普里马科夫参加竞选 那普京获胜的希望就很小 为了保全普京 他开始下黑手 将普里马科夫做手术的视频放出来 声称他已重病缠身 而这恰恰戳中了 俄罗斯人对老人政治的恐惧之心 这样的新闻一出 普里马科夫知道自己已无可能参加大选 于是在2000年2月 主动宣布退出大选 最终普京也顺利的登上了俄罗斯政治舞台 想一想 如果当初普里马科夫没有退出 现如今俄罗斯政坛是否有更为辉煌的政绩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期让我们不见不散